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隆天护法感恩卢台长 我们的业障我们自己悲不让台长悲 请台长慈悲给孩子看看图腾 几几年数什么的 他是98年数虎的男身体状况 知道知道知道不要讲了 脑随神经瘫痪造成了脊柱出毛病 所以他下身就不大能动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脑神经啊 是 对不对了 对 我告诉你 他从后面这个地方开始 一直到腰部 这个腰椎这个地方 整个一根绳 一根骨头是歪的 对 所以他直不起来 对 对对对 我告诉你 现在他几岁啊 18岁 他肌肉萎缩 家族里边有沙叶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要念很多小房子的 否则孩子站不起来的 如果 如果他要 孩子要站起来 大概要念三千张小房子 好吗 听得懂 你自己还要给他放声 一万五千条鱼 听得懂 好吧 嗯 这个孩子已经影响到他说话了 口齿不清 语言有一点障碍 嗯 我说的对不对了 对 每天给他念大悲咒 嗯 好吧 帮他念礼佛五遍 好 其他主要是小房子 好 明白吗 明白 我告诉你 这个孩子身上 有两个灵性 一个灵性是专门晚上来找他 主要的是弄他的脚步 所以他经常晚上会抽筋 嗯 对不对啊 嗯 对不会讲啊 是 哎 我告诉你第二 脚冷 血下不去 这是第一个灵性 在他的腰部搞他 对 还有一个 在他的脑子上 所以这个孩子经常会 突然之间头摇 然后嘴巴里会讲一些怪话 或者有时候突然之间 会发脾气 就这样 脾气大 对 就这样 两个灵性 三千张小房子 是来要债的 如果不还 他就 不会走 你好好的念 好 你一个人可能还不行 最好慢慢的让小孩子念 一点点经 主要的经文 否则这孩子长不大 我告诉你一个消息 就是说 这个孩子 如果这样下去 不解决的问题的话 因为这种毛病 医生是没办法看的 对 台长就是 专门看 医生看不好的病 医生看的好的病 你们找医生 我从来叫你们都找医生的 灵性病 你们可以来照我 这个孩子 我告诉你 寿命不长的 如果你不把他身上的灵性念掉 他活不了几年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我告诉你 这个孩子应该是来还债 还完债他就会走 如果你想把他留下来 你就要拼命的念经 拼命的给他做放生 他才会慢慢的好起来 天天要给他泡脚 听得懂 然后要给他吃一些健康的水果 其他的东西 肉类什么都不能给他吃 好 好吗 好 这小孩子现在其实脑子很清楚 什么都知道 而且知道有人会经常找他 他脑子里很清楚的 一个灵性是每天晚上来找他 在找完他之后 还在你们家的厨房的上面 我想问你 你家厨房上面 你是不是经常有听到一些声音 我不清楚 因为怎么说呢 为了这个孩子治病 我把房子全部都卖了 我说你现在住的房子 现在我基本上都在医院住着了 是吧 对 我告诉你 你要当心 家里 在你卖掉的房子 他还经常去 所以你卖掉的那个房子 还闹鬼 还回到他的身上 明白了吗 明白 这种事情太多了 我可以告诉你 他的左腿问题大 右腿好一点 是 对 我现在可以叫他的右腿可以抬起来 明白了吗 明白 小弟啊 把右腿抬起来 一点点 好 接下来 台长爷爷帮你治 你要不要 不要怕 把你的左腿啊 一点点 先动一动 台 好 放下来 你每天妈妈帮他念大悲咒的时候 叫孩子就这么锻炼 他慢慢的 这个 这个 腰椎啊 就会 骨头跟骨头就会松动 松动之后 他慢慢的就会 活 活了之后 他人就会长长 他现在人长不高 主要是他的腰椎 把他牵住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还有 你自己阳光一点吧 你这个人 我告诉你 嘴巴太坏 你好好忏悔 改了 改 我改 还有啊 你 需要吃全素 你能不能为他许愿吃全素啊 我已经在观音堂许了愿 什么时候的事情 就是在昨天的事情 昨天 刚刚许 对 那么他要等一段时间才会好了 要早点许 好吗 好 我告诉你 脑萎缩有一点 颈椎有萎缩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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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而且 我再告诉你 他的心脏 没有长大 还是那么一点点 我刚刚看了 不是正常人的心脏 血液到了这里 突然之间流了很快 上来的时候又上不来 所以他的手和脚 左手左脚会有点发麻 是 总是冰冷 你相信台长 既然医院里看不好 你就好好地放声许愿 给他泡脚 然后呢 再配合一点点给他的按摩 好吗 好 我告诉你 如果你好好的 把这些鱼先放掉的话 嗯 我刚刚教你放多少条鱼啊 一万五千条吗 你如果放掉的话 早点放掉的话 我想八个月 它会明显地涨高 感恩台长 我想问一下 这个一千五 一万五千条 包括我之前放的七千条吗 不包括 好的 因为你过去放的七千条 已经用到他的身上了 他过去比 现在比过去要好很多了 已经 听得懂吗 好 好 感恩台长 我还想问一下 台长你看一下他的肠胃问题 因为他老是吐 哎呀 肚脐眼上面 有这么 肚脐眼的上面 有这么一条是黑的 堵住了 他的肠胃有点沾连 你去叫医生茶 保证似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这么一段沾连 吃到这里就堵住了 所以有胃反流 对 对 那这个情况下是需要住院呢 还是 请开心 我觉得 你先不要给他吃很多 尽量给他吃点高级的 营养的流质 让他慢慢的先吸收 然后呢 把小房子念掉 这个灵性就会跑掉 这个地方就通顺了 好的 交通就不会堵塞了 好的 感恩台长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跟孩子 取了两个名字 希望台长开示一下 可以吗 名字都是小事情了 明白了吗 他属什么的 他属虎 属老虎 你给他起什么名字 我 他叫秦浩阳 秦是秦始皇的秦 浩是浩瀚的浩阳 是海洋的阳 第二个的情况下是 叫秦 松林 松是一个山 加个高 下面一个高 林是双木林 嗯 他属老虎的 你想想看 凭你的感觉 你都应该知道 松 那是在山上 老虎是在水里 还是在山上的啊 老虎是在高山上的 那么应该用松 老虎在林子里 就会活得很好 你把老虎弄到水里 嗯 那老虎不淹死啊 听得懂了吗 明白 听得懂 好好懂点事情了 你自己改毛病啊 你对婆婆也不好 好的 你的婆婆恨死你了 我嘴巴不能 我不能讲给你太听 听得太多 你婆婆有点念经的 他恨你的话 你就遭殃了 所以不要跟我们 学佛人搞 我们学佛人 都有点能量的 你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行 感恩台长 就叫他秦松林 好的 好的 这孩子以后 八个月之后 见风小 明年他长高了 你好好的 帮他锻炼 明年 七月份左右 你再过来 你看看 他已经不是今天了 所有人可以作证 好的 让儿子感谢 卢台长 感恩卢台长 台长爷爷 问你个问题好吧 台长爷爷 问你个问题 你看看台长爷爷 头上有没有光啊 有 亮不亮啊 一样 你再看看 这个像烟雾一样的 有没有一个形状 像个人一样的 有 像谁啊 像观音菩萨 好好念经 好不好 台长爷爷能救你 你好好念经 好吗 你可以像正常孩子 一样生活 台长爷爷 也很舍不得你 一定要有信心 你自己不想救自己 就没人能救你了 好不好 嗯 乖孩子 你好好的许愿吃全素了 让这孩子也要吃 好吗 好的 好的 感恩台长 要给他买那个软瓶子和那个螺旋枣吃 好吧 好了 嗯